但是呢 我在这里很严正宣布 我最近对圣经一些思考 我是对旧的圣经重新有一个新的立场 是相对保守的 让我去解释,这里最后会牵涉同志问题 我们先去看一个新约圣经 就是提摩泰的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物是的 于教训、读摘、使人归正、教导人的学义都是有益的 这段经文 所讲的圣经 无可真意地一定是讲旧的圣经 不是讲新约 因为我相信是保罗写 保罗说的圣经是一定是旧约的 因为新约都未写完 未完成 未真正诞生 有很多人都说不是保罗讲 就算不是保罗讲 迟几十年都好 新约圣经真是未完全确认的权威 他就算是某些人冒保罗明去写 有很多这些说法 这个旧约圣经都应该是只旧约的 而且我倾向相信 提摩泰后书是保罗写的 因为提摩泰后书四章里面有大量关于保罗一些私人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说他叫提摩泰带衣服给他 他叫提摩泰喝点酒去碰身体 喝点对健康有益的酒 各样各样 很personal的 我觉得那个慕名的人 如果连这些这么personal的东西都慕名的话 道德上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圣经 他慕名 他假扮到好像弹以利书好像弹以利写 又或者某一些旧的圣经都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 表面看好像是某个人写 或者譬如说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呢 我们有很多的元素都证明 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 因为摩西五经有很多不同的立场 又或者很多不同的不法 是显示到是一个组合来的 没可能一个人写完 但是他是扮摩西写的 那他扮摩西写是不是罪呢 但是有时候文学是有技巧的 我们不需要因为他第一身写 我就谴责他说谎 但是 在提摩泰后书四章 就遇到一个几明显的问题 就是他不是保罗 怎么知道那些人际关系 里面那些这么细致的东西呢 如果他为了扮保罗写太多这些东西呢 是有一定的问题 我说太多了 对不起 但是去回这里 提摩泰后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泰后书三章十六节 应该就是圣经都是神所密事的 于教训读摘使人归正教导学义 都是有益的 他说的是旧的圣经 那很大件事 我以前的正教论坛会说过 旧的圣经有些东西是我们要很小心去诠释的 譬如说 关于约书亚记的一个种族屠杀的内容 而且在旧的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都跟考古学所指证的历史是有矛盾的 当然我这样说是一个我要尊重现代科学 对圣经的研究 因为考古学真的找到很多东西 那个历史 可能跟圣经的聚述 有一些矛盾 又或者他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最出名的是烤天多讲 就是 大伟究竟是不是杀哥利亚 这个问题 圣经都有三个说法 互相矛盾 有时候说大伟杀哥利亚 有时候有第三者杀哥利亚 然后再说第三者杀哥利亚的兄弟 因为三者互相矛盾 令圣经很尴尬 圣经 即是他未必是一个exactly的历史事实 我们去崇基读神学 譬如若书亚记说一个短时间 七年之内 有一个大量屠杀在加南发生 那考古学诊是证明不了了 像一个故事来的 若书亚记 和我们现代价值 我都很难接受一个种族屠杀 但是如果若书亚记是 因为我们理解旧约圣经 不一定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不是挑战着一个道德权威呢 即是我们有时候读某一些 古代的道德教训 譬如说依索预言 即是他说一些动物之间的说话 譬如说三只小猪 大家要斩蛋糕 那狐狸就帮他切蛋糕 但切到乱七八糟狐狸就不断吃 最后蛋糕大部分狐狸都吃光了 最后分小小小小两个就给两只猪了 猪兄弟就觉得被狐狸找了笨 但是是不是我们相信 Historical真的有两只猪红狐狸在聊天 有这个争拗呢 我们不需要相信Historical真正发生过的 那么是不是那个依索预言 历史没有发生过 是不是里面没有包含真理呢 明白吗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 我以前没有讲的理论 就是圣经内部 所包含的教导 旧约圣经 是真理来的 正如这段经文讲 于教训读嘟 使人归正教导 学义是有益的 旧约圣经 包括 那個屠城 的种族屠杀 都有真理和教导里面 Even 约书亚记所形容的屠杀 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我不相信发生过 但是 他里面 这个屠杀 所传到的教导 都是有真理 在里面 就是说 就算这些是一些 寓意故事 神话故事 圣经里面 可能你骂我 我尊重考古研究 你知道约书亚记 11章有31个王 那31个王 那些考古学家真的逐个逐个挖 挖完发觉 是没有那么多个城 是同时被人家毁灭过 所以约书亚记说的故事 是很肯定不是一个历史事实 那我们怎么去看 这些种族屠杀呢 我觉得旧的圣经 内部有一个逻辑 那个逻辑 就传到一个叫 恶有恶报的逻辑 这个是真理 我认为 为什么会有这个屠杀呢 其实旧的圣经是有一个解释的 我们要和你看 就是关于同性戀那段经文的利美记十八章 利美记十八章 他说 在这个问题之前 他就说 这些是加南人的恶行 那利美记之后 就会过多几卷 就是约书亚记 其实这里所铺陈的罪行 就是加南人被灭组的原因 明白吗 就是他形容的加南人就做了很多这些行怀 所以应被灭组 这个就是加南被灭组的原因 就是究竟historical 加南有没有那么邪恶呢 我们不需要去确认的 因为圣经很多时候 这些写的人 就是可能 他没有说过要写一个历史书 因为是宗教经典 但是如果 他所说将会被灭组 其实这个灭组的历史都没有发生 但是我相信他所说的加南人 其实就算是虚构也好 他说这个虚构 那么邪恶而被杀的加南人 犯了很多这些罪恶 所以是该死 可能你仍然都不是很难接受 哎呀犯罪就该死 我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些伊斯兰国的人 他就逼人去信他们所相信的阿哈比加 当人家不信他 无论是基督徒 还是其他中派的伊斯兰教徒 他就一次过去残杀他们 无论是男女老友 而他捉住那些女的 可能就不舍得杀的话 就逼他们做圣奴 但因为他们拒绝相信他们这套 阿哈比这么残暴的教派 就会杀 就算不杀都是奴役 其实在伊斯兰国最后打输了之后 很多人都说在敘利亚 很多地方光伏了 那就找到很多万人省 因为伊斯兰国的暴行实际上是很恐怖的 他们很野蛮 很乱杀人 那我会觉得就是 对一些邪教 好杀的邪教的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战争的里面 去灭绝他们 我不觉得是错的 因为他们 无端端就会去西内半岛 扔个炸弹 炸死你的人 他无端端在西方 人家德国 人家法国都没有搞你 尤其是德国收了很多 敘利亚难民 德国又没有派军队去敘利亚 他都搞了三五六宗类似的恐怖襲击 对德国 他那些濫杀无辜 就是无端端 这些恐怖分子 开车去炒 人家圣诞节 无端端去炒车去人群里 然后很卑鄙地叫真主伟大 令到全世界都争所有回教徒 18亿的回教徒都要争 事实上就是 你们这些挂名 雅虾比的人 做个暴行去影衰其他人 你们这些雅虾比的人 在世界上是极少数的 可能有几万人 是这么瘋 但回教徒有18亿的 但你们信了这些邪教 就是伊斯兰教里面的邪教 你去濫杀无辜 其实你对这些恐怖分子 是因为你们采训了一些 很丑陋邪恶的思想 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危险的时候 在聚里亚战争 那为什么不消灭你这些邪教徒呢 你说 哎呀很危险啊 你都不是阻交的 那我为什么要做阻交呢 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人是 那些行为是很邪恶 很灵魂不灵 很嗜血 嗜杀 令到这个世界是 有很多人残害的 你是一个serial killer 来的 我对你宽容 你就可能就周围去乱杀人 那我觉得我不会对你 会有一个怜悯 在圣经当是提出一个类似的概念 那些的虚构 将会被屠杀的 迦南人 他们犯了一些很多的 滔天的罪恶 那么你还记得十八章 就在这里讲哪些的滔天罪恶 他们的滔天罪恶里面 你去看下面就是说 第六节 十八章六节就是 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 亲禁他们我事 这里讲的一个总结 就是不要乱伦 然后就数到很多的乱伦的罪 你不可以和你的母亲 就是可能亲生的母亲 有性关系 不可以和你继母有性关系 如果你和亲生母亲有性关系 和继母有性关系 这些都是很邪恶的 是大罪来的 然后数下去 不可以和姐妹有性关系 不可以和孙女有性关系 不要和继母的女儿有性关系 即是同父义母都不好了 孤母,怡母,淑母,淑伯之妻 这些都是在讲一件事 我要提一提 圣经有个逻辑就是 不可以通姦 如果淑伯还在山 你和他有性关系 是不好的 是罪来的 但如果在山的话 这个已经是通姦 不需要写出来 圣经是很精密的 现在圣经指的是 你不只是在山 你的宿伯死了 你都不要和他有性关系 因为这些宿伯可能又有子女 那他叫你做 叫你做同辈的表哥 还是叫你做老爸 那我也觉得是认同的 也没理由 和一些血密那么近的人 有性关系 我们再多看一点 不可以兄弟的妻子 有性关系 兄弟的妻子 如果兄弟死了也不要娶 十七就不要说 和母亲有性关系 又和女儿有性关系 或者孙女有性关系 就是说 你一个人就不要 和别人的一母一女 一起有性关系 这个是大恶 然后他就形容 女人有惊血的时候 不要和他性交 不要通姦 不可以与伦舍妻 不可以有性关系 不可以 把子女去 烧死去拜邪神 这个严格上 就不是我们现代说的 墮胎 而是以仁为祭 这里圣经明显说 不要以仁为祭 这个说法 不要男同性戀 不可与男人苛合 像与女人一样 二十三节 不可与兽淫合 不要以仁交 这里说了几样的罪行 通姦 乱郎 兽交 男男同性戀 男男性恨为 以及 以仁为祭 这五样东西 都是家男人很喜欢做 虽然实质上 家男人是不是真的 这些全部东西都很喜欢做呢 我们假设 虚构的家男人 全部都很喜欢这些东西做 所以他该被灭族 那就是说 圣经形容这个灭族 的情况 是这些人 所犯的罪 就在这些里面 是犯了很多的 他凡是近亲 他就刻意乱伦 凡是女人有惊血的时候 他就刻意和他成交 玩些血 刻意就朋友妻尾走街 刻意通姦 还要喜欢男同性戀 这个是一个罪恶清单 代表家男人的罪恶 那我要问 当我们随便 说其中一样 有一个例外 会不会导致于 其他 譬如说受交的时候 都可能有例外呢 会不会某某一些情况 和动物性交 可能不是罪呢 会不会有些人 天生喜欢 和动物受交呢 如果我说 有人天生喜欢 和男人性交 那会不会 有些人天生喜欢 和动物性交呢 因为我开了一个例外 以前 我很认真去思考 在这个 刚才我们提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提到这个圣经都是神所物事 是确认旧日圣经里面 起码内部的逻辑是真理 如果一些很喜欢受交的民族 很流行受交的 这是上帝很珍货的东西 那民族是该死的 当然历史上 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喜欢受交呢 很质疑的 为什么有人 你不喜欢和他有性关系 你喜欢和动物的呢 这么坏的呢 是不是 由于我不想 将来有人用我 说有人天生是同性恋 他就可以和男人性交 做一个例外 说这个不是罪 用同一个逻辑去推下去 受交呢 乱伦都可以 我就决定我的神学是有个立场改变了 我知道有人是天生喜欢同性恋 有人只是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的 我明白 现在现代科学说 有一些这样的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 但是 我是不是有一个很强的 足够理据 去推翻两个男人有性关系 是罪这个立场呢 他是天生 是不是代表了我在神学上面 有足够的合法性 建立一个例外 一个天生 喜欢男人的人 他去搞同性恋 搞这个男男性行为 就不是罪呢 如果有人天生有好些的暴力倾向 他喜欢打人的 他喜欢在校园枪击案拿一枝枪去掃人的 那他是不是仍然是无罪呢 他千山暴力狂来的 拿着枪在家都喜欢 现在有个很大的心引 要走进佛罗里达科学校 去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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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他就叫做没有罪呢 他迅从他的天性 这个世界我相信有些人是很嗜血的 天生的嗜血 蒙古人他告诉我 蒙古人去承吉斯汗的时代 他攻陷一个城市 通常留一些工匠 然后其他城里的人都杀了 很恐怖的 男杀女奸的 蒙古人是这样 就是这么残忍 我不可以说 他有一个天生的本性 喜欢男人 他就要跟男人有性行为 我对不起 我整个神后的反省就是 我如果随便说 旧的圣经不是绝对真理 按去内部逻辑 我不需要说圣经的罪述一定是历史发生过的 但是圣经里面提倡的价值观是绝对真理呢 我不去确认的时候 那新药是建基于旧药里 而新药有个确认旧药的权威 我是不是有权 去建立一些例外 就说他天生是同性戀就不是罪呢 我神学立场现在是改变 是保守了 我是正式宣告了 我觉得圣经的内部逻辑 是绝对真理的 有一些很邪恶的人 他是做一些邪恶的行为 是上帝所侦验的 他们绝对这件事的时候 会令到上帝可能 会对这些邪恶的行为去打击的 男从性戀就是这些邪恶的行为 就算你天生有这个取向 你不喜欢女人 圣经根本都没有谴责自俗 一个超级高的道德标准 才说不准你去见到女人动人 或者同一道理 你见到男人动人 这些是超级高的道德标准 但是我认为 一个男性 就算他天生喜欢男人多过女人也好 我觉得他没有需要 将圣经明文写清楚 说两个男人有性行为 是罪这个concept 你对圣经是 直接去违反 你觉得是很叻 觉得圣经这些东西 喜欢我任解就任解 我仍然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创世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 人若与男人苛合 仗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真的事 总要把他自死 罪要归在他们身上 当圣经其实是这样写的时候 我的神学最后 现在的转向是保守了 我觉得对新约的权威的保护 我没办法不保护旧约的权威 旧约 即使罪述的东西 一定有发生 但他告诉你内部逻辑 就是 家男人是因为有 他虚构被屠杀的家男人 是因为犯了同性截而被杀 我不敢说这些事是 完全不是一件事 我希望 我这个转向 不要令你失望 但是 我真的要很严正的告诉你 圣经是大 圣经是我 认同的 上帝的话 上帝写下来 放在这里 明刀明枪放在这里 我会反复思考之下 我觉得以前我开的例外 说某种情况 两个男人有性关系 可以不是罪 我觉得这个例外 我神学上是做错了的 我觉得我不理你是不是天生同性戀 当两个男人有 江交 这里说 丈与女人一样 当两个男人有江交 那个就是罪 好了 那我今次的正教论来讲完了 拜拜